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10月26日 深圳女排官宣了球队的第6名外援 德国主攻守范加克是深圳女排本赛季的第一签 但由于世锦赛之前 德国对于比利时的热身赛中范加克受伤 因此27岁身高1.92米的乌克兰主攻守比琴科取而代之 随着比琴科的到来 深圳女排的演员工作也告一段落 这位强力主攻的到来 也几乎意味着刘彦涵很难加盟了 新赛季刘彦涵再次与天津队牵手的可能性不大 回到家乡辽宁女排打球 似乎也不太可能 之前有消息表示 他将前往四川女排继续职业生涯 看来刘彦涵与谬一文 新赛季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本赛季深圳女排的六名万元 分别是乌克兰主攻比琴科 塞尔维亚主攻科里苏拉 阿塞拜疆复攻基里柳科 波黑接应博斯科为奇 塞尔维亚二传雅克西奇 塞尔维亚自由人米罗杰为奇 内缘方面 上赛季排抄结束之后 流洋美国的薛逸之加盟 天津队的王嘉敏继续为球队效力 打完了杀牌的杨玲玲同样来投 张馨月 孟婉婷 刘欣 变米玄等天津小将携手助力 如果新赛季深圳女排的首发如下 是否能与天津女排掰手腕呢 主攻 比琴科 科利苏拉复攻 薛逸之 基里柳科接应 博斯科为奇二传 雅克西奇自由人 米罗杰为奇上赛季 深圳女排只有博斯科为奇一名外援 同时在天津 上海 江苏等内援与本队对阵时回避的情况下 仍打进了八强 本赛季外援不受限制之后 深圳队各位置上几乎就没有了短板 冰强马壮的全新深圳女排目标就是冠军 他们很可能给天津队沉重一击 即便天津队有李盈盈 袁欣月等知名国手与强力接应瓦尔加斯 但化身国际纵队的深圳女排这套阵容仍可与之一战 不是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